咱们接下来就要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 大家应该都看过一些唐诗还有诵词吧 然后咱们高中还总备这些课文 然后经常还有墨写还有考试都会考这个东西 那咱们现在就来想一想 就是说这个唐诗和诵词那些诗人写出来非常有感觉 这个异样对错 然后就是那个境界都比较高是吧 那现在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同样的任务 我能不能够让我的一个计算机也写出来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让我计算机先去学一下什么这个唐诗和诵词 它的一个要写这个东西 无非就是说它的一个前后的连接关系嘛 就比如说我第一句话说完了 我第二句话该怎么说 或者说我第一个词说完了 我下一个词应该挨什么词比较恰当 那咱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说让这个AI自己也能完成这样一首股诗 那咱们这个小经纪人怎么能完成这样股诗 首先你就是第一给他看嘛 你得看大量的股诗 这里大概是有那么四万多首唐诗吧 咱们要做的就是说 咱们的机器用这个RSTM网络 先去学一下咱们这些唐诗当中 什么词后面都该怎么接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让它去预测 一预测咱们不就是能得出来这样一首诗了吗 咱们就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首先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吧 该怎么样去写 这里咱们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环境的配置吧 要做这样一个事啊 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环境 大家需要一个Python的IDE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Eclipse 到时候大家是用反正到时候大家选择一个 你自己熟悉的一个ID 这样一个编译环境就可以了 因为呢在你这样写完代码之后啊 通常情况下你需要自己debug一遍吧 就是说 比如说之后把这个代码还有数据发给大家之后啊 大家感兴趣最好的这一方法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行一行去看呢 可能看的东西不是太多 最好啊就是说咱们可以直接debug下去 在debug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数据它是怎么样进行处理的啊 最后怎么样进行组合的 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啊 就是先去debug一遍 把这个东西啊搞懂了 然后呢咱们自己也愿意改再改 愿意写再写 然后这个数据啊就是说 咱们现在用的数据可能比较大 大概是个四万多手 当大家debug的时候啊 你也可以在这个版本数据当中啊 你截取一部分嘛 因为咱们debug的目的 就是说要看到啊 咱们的一些变量 它的值 但是呢 如果说你这个值啊太大了 通常情况下 它就直接告你这个值 它有多长就不给你显示了 所以说呢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咱们是在debug的过程当中啊 咱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小的一批数据啊 先进行的debug啊 先证明这个事啊 它是怎么做的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说一下 关于咱们这个代码 该怎么样去实现啊 咱们机器人写股市这个东西 首先呢 就是啊 咱们这个有一些参数配置啊 这些参数配置啊 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要用命令行的时候啊 可以打哪些参数 这个啊 不是咱们的重点啊 这我就不说了 咱们先把这个 咱们的一个命令行解析啊 这个库给导进来 然后呢 在这里我写了几个参数 一个是-w 一个是-train 还有一个是-notrain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要写 比如说 咱们让机器人写啊 不光可以写股市 也可以写歌词 写剧本 写小说 可以写任何东西吧 它们的原理啊 都是类似的啊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说呢 在这块 你可以-w啊 如果说 你把这个模块功能 实现完了之后啊 你可以借让它写歌啊 写股市 写歌词 或者是写英文 或者写任何东西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train的意思啊 就是说 接下来啊 咱们是 有两个模块 一个是训练模块 一个是测试模块吧 -train的时候 就表示着我们要对网络进行一个训练 -train啊 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一个测试啊 它就是这样两个字 然后啊 如果说 大家用这样一个命令行 是不是说 我-windos啊 就是在我这个cmd当中 然后 我掉到我当前代码位置 然后python 比如说这个min.py 然后 后面写上-w什么东西 -train 然后或者说 刚刚诺吹